美國總統川普的兒子小川普 星期三拒絕回答國會議員的一些提問 這些問題有關他在他父親川普 仍是總統競選人的時候 怎樣跟他父親說到他在2016年6月份 在川普大廈和俄羅斯特工進行的 引發爭議性的會面 小川普抵達國會時被開記者從後門進入 而後來在國會情報委員會面臨8個多小時的提問 情報委員會正在調查中川普競選團隊 是否和俄羅斯有寸通 委員會內的資深民主黨人來自加州的謝夫說 小川普回答了大多數問題 但是在被問到他和俄羅斯特工人員會面的問題時 他以律師和客戶保密特權為由拒絕回答 小川普說他和他父親說到這次會面時 有一位律師在場 謝夫議員說他認為保密特權不適用於 小川普和他父親的對話 其他星期三參加提問的議員說 小川普稱他不記得國會議員想要了解 哪些情況包括和俄羅斯人會見的細節 小川普2016年6月份 在他父親擁有的寫字樓和俄羅斯人會面 一位俄羅斯律師保證將提供不利於 與川普競爭白宮寶座的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李克林頓的資訊 中文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